Hello大家好 我是大祈科 之前买的罗德小蜜蜂第二代无线麦克风 也是使用了很久了 我之后的录制 大部分都是用无线麦克风录制的 购买了之后 怎么把无线麦克风连接到手机上使用 我也是研究了好一阵 发现我们经常使用的3.5毫米耳机插头 这里面其实还挺复杂的 网上搜的话 也没有找到一个总结的特别好的文章 今天就把我自己总结的分享给大家 我们经常所说的3.5毫米耳机插头 属于是专门传输音频的TRS端子的一种 TRS分别是Tip, Ring, Sleave 这三个字母的手字母缩写 我们观察一下3.5毫米耳机插头 就能看得到 金属棒在中间被很多的环区分感 根据中间环数的不同 3.5毫米插头分为2节3节4节和5节 根据环数的不同 也叫TS, TRS, TRRS和TRRS 我们中文一般叫做3节4节 日语里叫3集4集 2节的3.5毫米耳机 只能听到单声道的声音 而3节的耳机就可以听到立体上了 4节的耳机 就是在3节的基础上 可以使用了麦克风和线控 5节的耳机在4节的基础上 还可以有降噪或者是连接均衡器的功能 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看到的一般都是 只有声音的3节插头和带线控的4节插头 大家可以看看手头的耳机是不是这样 不同的插头需要配合所对应的插孔才可以使用 插头一般叫做弓口 插孔一般叫做母口 这跟我们人体的逻辑类似 非常好理解 所以一般像这种转换头 叫做弓对母 像这样的两边都是插头的 就叫弓对弓 日语里面 弓口叫做Oscada 或者是Plug 插孔叫做Mescada 高节数的母口 是可以兼容低节数的弓口 比方说我们手机上 或者是苹果电脑上的3.5毫米插孔 就都是4节的母口 而我们使用没有麦克风的 这种三节的弓口依然可以正常听到立体声音乐 但是大家注意 4节的母口对4节的弓口不是百分百可以使用的 原因是4节的弓口上存在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叫OMTP的标准 通常被叫做国家标准 还有一种是叫CTIA标准 这个被称为国际标准 这两个标准主要的区别是插头 这个4个节所对应的功能有所不同 主要是根部的地线和麦克风的位置是相反的 所以标准不同的公口母口连接是无法正常听到声音的 具体的现象是CTIA耳机插孔插入OMTP的设备中听音乐的话 会是那种声音很小 而且有点失真 如果是流行音乐的话 就是那种听不到人声 只有很空灵的那种伴奏的那种效果 这个时候如果按下线控按钮 有的时候就会恢复正常 碰到这种情况 就买一个两个标准的公对母的转换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以上说的还都是耳机输出线的问题 接下来就到了麦克风用的音频项 虽然说现在人类智慧的结晶 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 一般都用上了音频输出和音频输入二合一的 四节TRS的插孔 但是在一些稍微传统的设备上 依然使用了三节TRS的插孔 就比方说现在单反上的音频插孔 一般就是三节的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台式机PC的机箱正面 或者是机箱后面的主板上 还都保留着粉色和绿色 各一个的3.5毫米的母口 这就是三节TRS的耳机音频输出口 和麦克风的音频输入口 这两个口 早期去过网吧的朋友就知道 原来在网吧使用的这种头戴式的耳麦 就是对应的一粉一绿两个插口 需要分别按照颜色 正确的插入机箱的插孔里才能使用 如果这种耳机和麦克风是分开的 这种耳麦想要连接手机使用的话 就需要额外购买一个耳机耳麦二合一的转换器 转换成4节的TRS的功口才可以使用 尤其是音频输入的TRS功口 是不兼容4节的TRS的母口的 必须通过转换头才能连接在4节PRS的母口上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音频输入线和音频输出键是不能混用的 因为这两个接口抗阻要求不一样 主要原因是麦克风产生的电流小 所以接入接口的电流也比较小 耳机和音频线的电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汽车上一般都有一个3.5毫米的AUX幕口 这个是用来输入音频的 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可以直接把话筒或者麦克风插上去 直接唱卡了OK 实际上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麦克风和耳机这两个接口的组抗要求不一样 因为AUX是高组接口 而普通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都是经过放大过的 所以在汽车的AUX接口上 连接麦克风的小电流是没办法这样使用的 好的 今天对于3.5毫米耳机接口的分享就到这了 聊了半天 我现在舌头都没捋过来 如果你绝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点个赞 然后订阅关注我 我们会调见